- 格斗迷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崔刘晴,这次比赛呢,中底来说备战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封了两个月,我自己也不够。 被封了两个月,关在小房间里边,但是我在被隔离的期间,我每天都有把我们去逃不及,然后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教练给我们做的训练的训练的计划,有PI的教练给我们做的训练训练计划,我每天都按时的去完成,最后到50天的时候,我接到了比赛的公司,然后想干嘛,第一个上海,但是当时, 是由于种种便宜,我订了很多的票,机票,去某个城市的地方,都没有成功,最后,成功的订上了一张去杭州的票,然后有少了个购物,就会上海,但是到杭州之后,我们还是需要 隔离,然后隔离,然后隔离了一个星期之后,又具体按摩,我们就一起,但是那时候,时间就变了,因为太多了,总体来说,这一次真的是立即啊,千辛万万,再来,站在 比赛的边,比赛的边上,我觉得,我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队形都一样,因为我会... 我做的地方战斗,所以,其实我对战的对手,没有增加,我下面呢,都不说了,对战死亡,都是过亏,我还会证明了, 我们是从事被提向大家证明的 但我给自己打起死的地方 从你来说因为我自己的状态也不是白状态 虽然说我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有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克服归克服困难 你的备战的情况并不是白状态的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第四二回 我们下一次白状态 我们下一次白状态 这一次白状态就是我们自己打起死的 我们一起用你来对我最大的运行 我们这都无影响 首先来对他状态吧 你在房间里面一个人训练 虽然说我每天都有训练啊 那两个人都会 然后也有些人有养肥养都做 但是这是竞技性的 所以你就需要背靠 需要训练技术 在房间里面做训练 还能保持状态就不错了 不可能进步 你想进步的话就需要去 继续去对抗去施战 你在被放在这两个月里 其他的时间里 肯定是没有收入来说 当然你的收入也是不可观的 所以说疫情不光是对状态和收入来说 都是直接的影响 当然我在GCK的 对抗里最想对待的对方 那并没有来说对我来说 现在对战时都一样 我只需要一层一层的就下第一位 去打 打开我每个对手 当然我自己也会认真地去对待 所以说啊 正如今我好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